在今個星期三 有人在澳洲麥爾本一間超市中拍到 有至少10名亞洲人無視超市的規定大量扣入嬰兒奶粉 他們甚至沒有等到店員將嬰兒奶粉貨上貨架 直接就在車上擲 超市回應時重新 因為目前顧客對奶粉需求大 所以限制每人最多自購購米四罐